星电视社会公器良心传媒 有你的支持我们信心更充裕 请我们喝杯茶 星电视STV属于大家的平台 时事焦点热门话题 专业评论员时事观察 时事观察 三藩丝湾区听众 你好我是陈一杰 又回带你时事观察 战朗日 星期日 7月4日 美国人庆祝独立 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制度 根据他自己的国情 去找寻他认为正确的方向 不同的领袖 去体验不同的理念 有时做得对 但有时方向走错了 美国自开国以来 经历过很多个总统 拜登在第46任 上星期有个报导 有一批历史学家和意见领袖 定期将历任总统的表现和评分 排到最前的 通常都不会变得很多 譬如华盛顿 人家林肯 谢佛逊 近代的总统 如罗斯福 杜鲁门 金乃迪 都排得很前 最后的总统 James Buchanan 他的排名 亦没有变 因为 他没有阻止南方的州份 脱离联邦政府 也就是助长南北战争的爆发 他根本说 美国总统 无权这样做 令我想起 特朗普 没有积极制止 冠状病毒的蔓延 他曾经说过 他说 我就不戴口罩了 如果你们要戴 我就不阻止你们 这个总统的表现 这次有一个最新的排名 这个也不是很惊奇 就是这群历史学家 将特朗普列为美国有史以来 最差的总统之一 他不是排到最后 是分数最低的一群之中 其中一个 142位历史学家 是认 C-SPAN 这个电视节目的邀请 评估 总统的表现 这是 2000年来 第四次的评估 这个可以说 总统的成绩表 也是第一次 将特朗普加入 C-SPAN说 为了有代表性 过去几年邀请了很多历史学家 是来自不同背景 不同族裔 和不同年龄 计分的方法 他的准则在哪里 他有十个项目 就是比如说 出现危机的时候 有没有发挥到 领导才能 一个总统的 游说力 经济管理 与国会的关系 在这方面 特朗普 被国会弹立了两次 也是史无前例的 国际关系 在他眼中 北大西洋组织 联合国 没有需要存在 另一个重要指标 就是 为国民争取 平等公义 在这方面 在多个 族裔冲突事件上 他也是 毫不有意 偏袒 白人主义的组织 他分数最低的一栏 就是 道德权威 这方面差不多 一致公认 另一个低分的项目 就是 行政技巧 这个评估 最高分 是1000分 林肯 特朗普 又取得897分 特朗普 又取得312分 真是相当原始 在44位总统里面 他是排第41的 即是最后数到第4人 有一位参与这个评估的历史学家 Tim Naftali 他认为特朗普 应该是排到最尾的 因为他是第一个总统 不承认大选结果 而且还煽动支持者 去攻击国会大楼 这两个事件 亦是史无前例的 而奥巴马 是排第10 相当前的 奥巴马 在2017年的时候 排第12 所以他价格还升了 特朗普和奥巴马 一直都有牙齿痕 所以你不用问 你都知道特朗普的反应是怎样的 我现在跟你回答也行 这个调查 是假历史学家的骗局 他们不外是一群 大自由派的 民主党书家 被一群 民主党的有钱佬 收买了 他人的作风 一向他都很留意 排名这件事 他永远都不会认输 但这些分数 不是由你自己给的 正所谓 历史 自由定论 一般来说 一个总统 下台后 应该隔了很多年 才有一个合理的评价 有些总统 离开白宫之后 没多久 他们的评价 不是那么高 有些修正学说 又将某些总统的地位 又提高 例如我们说过 卡特 就是一个例子 另一个极端 就是尼克逊 虽然历史学家 已经认定了 他一个 腐败的总统 水门事件的丑闻 与尼克逊分不开 但是 他辞职之后 也作了几本书 对中美苏三国关系 很有见地 其实他在任的时候 看回来 他访问中国 是一个 中美外交的里程碑 其实他自己 很多年来 是以 反共产党 作为他的 政治本钱 但是他也主动 和中国对话 打破了 对立的意识形态 为中美建交 踏出第一步 尼克逊下台之后 可能因为他的形象 太负面 当时很多分析 对他 毫不留情 但你也可能因为 时间冲淡了 有些修正学者 近年来对尼克逊 似乎有一种 新的态度 也可能因为 特朗普 过去四年 荒唐的作风 和言论 比较之下 尼克逊那种 不诚实 的人格 和 黑商作业 好像看得不太重 不过 他的排名仍然很低 他现时 排第31 但仍然高 比特朗普 10个位 特朗普下台 半年左右 这么快就有结论 是不是 有些武断 有份评估的一位 历史学家 Mark Updegrove 认为 衡量一个总统 是根据他的政府当时 发生的最重要事情 他的 应变能力 而特朗普政府的特点 就是 他的政府的内部运作 混乱和分裂 有些情况是 他自己制造出来的 在他四年任内 有两个主要的危机 是代表了他的失败 第一个危机 就是他怎样处理 冠状病毒的蔓延 他认为 这个疫情 只是带来一些 不方便 他而且多次向美国人民 保证 这个病毒 会自动消失 他当时用的字眼 就说 神奇地消失 Magically Disappear 他不容许的疫情 阻止经济发展 以及 妨碍他的连任机会 至于 因病毒死亡的人数 不断增加 他认为 他没有办法阻止 他的英文就说 It is what it is 最后 导致 超过60万人丧生 另一个危机 就是说 总统大选 有鳄片 导致他不可以练阴 他也利用这个方言 鼓励支持者 襲击国会大楼 这个教授说 特朗普 在这两个事件里 暴露出他的 魯莽的状况 再加上他没有 将国家的大前提 凌隔于 个人利益 所以即管在将来的 文卷里面 都很肯定 是会将他的历史地位 说得很低的 特朗普在将来 会不会 再跌到谷底 那就当然 没人知道 但是 他的丑闻 并没有因为他下台而结束 纽约地监署 上星期正式起诉他的 特朗普公司的 总裁务长 涉嫌多项的 商业外片 特朗普的故事 肯定不会这么快结束 今星期结束前 我补充一下 为什么 华裔 杨安宅 选不到做 纽约市长 杨安宅最初的勢 很强 大财团 捐款 另外有 马丁路德金的 但后竞不足 有几个因素 证明 单靠 名人效应 不足够 他试过有几次提出的建议 证明他没有做家货 也令人迷疑 究竟他有没有 跟他的竞选团队研究过 还是 纯粹即兴说出来的 例如他建议 在纽约对出的小岛 Governus Islands 建一个赌场 可以製造多些就业 政府多些税收 如果他有做家货 根本这些是非法的 行不通的 他也建议建一些庇护所 给家暴的受害人 原来纽约市 一直都有这些安排 他另外有些言论 不是很谨慎 因为他不是政客出身 例如在疫情期间 他在他的家 和CNN做现场评论 但是同时要照顾他的孩子 别人就说他 你这样说 即是你不明白 纽约的居民是怎样生活的 如果这样也算是辛苦 即是证明他都不知道 米是几千斤的 另外有一次 他去一间便利店 买香蕉 他说我们应该多些 帮顺这些 铺铛 他还拍了少少视像 放上推文 谁知 有些网民就说 我看这间铺铛 不像铺铛仔 根本是大集团 另外他也曾经说过 他说我们要取代非法小贩 因为这样对商户来说 是不公平的 谁知那些左派团体 就来围攻他 因为很多这些 非法小贩 都是 非法移民 这些无牌小贩 也有他的支持者 因为 他们无非都是找两餐 不用认真 好像纽约这些大城市 他们对这些问题 只眼开只眼闭 决策者 就不会采取 窮追猛打的方法 整体来说 杨安泽 得到很多 亚裔选民的支持 这件事是必然的 但是 传媒说 去客人区 和拉丁裔的拉票工作 他就做得不够多 有好几个分析都说 纽约市的问题 始终是 很复杂的 杨安泽 似乎 未能够 比较仔细解释 他的看法 其他对手 对公共政策的理念 的确是比较强 无论如何 杨安泽 上了一份 很宝贵的试试 今天说到这里为止 下星期再见